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农艺网络学院 本节讲解裙子的省道转移方法 省道转移就是把这个腰省转移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要转移呢?就是根据款式的需求把它转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裙子 那这个腰里面它是没有省的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那这个省去哪里了? 就转移在这个断缝里面来了 因为我们在做圆形的时候 腰上面呢是做了两个腰省的 那它这个款式做好了以后呢 这个腰省不见了,就是转移掉了 怎么来转移呢? 首先我们用这个案例为例来转移一下 首先你要把这条分割线的位置做出来 这条分割线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侧缝的地方比较短 前中的地方比较多 这样子斜的分割下来的 这时候呢我们就切换到打板系统 拿了一个前片的这个材片 然后再用吃人笔工具把这条分割线做出来 从侧缝这里往下到前中 前中呢这个距离比较远 侧缝的距离比较近 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 指形剪开即复制工具 把上面部分框起来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鼠标左键点击剪开的线就是这条分割线 点击成绿色了以后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往上拖 拖上来了以后在鼠标左键放掉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分割开来了 分成上下两片的材片 下面呢还有一个省间的这个尺寸 看到没有 那这个尺寸呢非常少 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 不用管它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省间 它距离这个侧缝的位 分割线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可以直接用端移动工具 把这个省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把这个省间呢移到这条线上 让它靠在一起 因为这个腰省的省间呢 我们可以移下来2.5左右 这边呢只相差一点点 就直接把它移到这上面来了 移上来了以后 接下来用点打断工具 框起来这条线 在要打断的位置 鼠标左键单击把它打断 这边也是 打断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腰省给它捏起来 转到这个断缝里面 怎么来转呢 这时候用到一个工具 叫形状对接及复制 选中这个工具 框起来这一半边 全部变红了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点击对接的点 对接的点呢 我们左边的这条线 上面这里单击一下 下面这里单击一下 在对接的右边这条线上 上面的位置左键单击 再到下面的位置左键单击 这个省呢 就把它捏掉了 转到这边来了没有 刚刚呢 这个线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斜的 那现在呢 它已经往上了啊 就是把这边省捏掉以后 转到这边来了 再把这边也是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在这条线上 上面的这个点左键单击 在下面的这个点左键单击 再到右边这条线上 上面的点单击 下面的点再单击 这个省呢 就转掉了 转掉了以后呢 省转了以后 这个线条 它不顺了啊 这里凹下来了 这里凸出来了 我们要重新把它修顺 修顺呢 用到这个智能笔工具 鼠标左键单击 顺着这里画顺过来 连到前中线上 单击鼠标右键 这样就连顺了 下面这条呢 也把它连顺 连顺了以后呢 用删除工具 把不要的线框起来 要的呢 我们也框重了 但是没有关系 在鼠标左键单击一下 要要的那条线 就会变成白色的啊 然后 我们不要的呢 都是红色 单击鼠标右键 删掉就可以了 删掉了以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腰笋呢 没有了 那它去哪里了呢 这时候我们用到 平印工具 把上面这个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上面的 这块柴片 下面的这个点上 左键单击 拖下来 拖到下面相同的点上 把鼠标左键放掉 然后接到一起 我们就可以看到 腰这里原来有省的 它现在没有了 转移到这边来了 看到没有 这边呢 它张开了 这边呢 之前它是连到一起的 没有 没有省的 但现在呢 就有了 就把这个腰笋呢 转到这个位置来了 然后这两条呢 就是车在一起 它们的长度呢 因为下面有一个 省间没去掉 它会长了一点 没关系 长了一点 没关系 可以吃针 因为这里呢 有一点曲线了 可以吃一点针 0.2 没有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省道转移呢 就完成了 这是这个款式的省道转移 根据这个款式 把这个腰笋 转到这个段缝里面来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转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是这样子 往下弯的这个分割线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先把分割线做出来 用智能笔工具 从这个位置 顺着它往下弯下来 弯下来了以后 这条分割线 它就是往下弯的 所以呢 我们分割线做的时候 也是往下弯 弯下来了以后 接下来同样的 用这个指形剪开 及复制工具 把上面框起来 单击鼠标键 点击剪开的线 就是这条分割线 再单击鼠标右键 左键往上拖 拖上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侧边的这个凶屎的省间 距离这个地方非常远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柴片拉伸工具 拉下来 2.5 拉下来了以后 还是没有对到这个线上 怎么办呢 用智能笔工具 换一条锤子线下来 换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同样的方法 用点打断工具 把这边打断 框起来这条线 在这个省间的位置打断 然后在这条垂直线 和这条线相交的这个点打断 打断了以后 接下来同样的用到这个形状对接 及复制工具 把这边的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鼠标左键 在左边的这条线上 上面的这个点单击一下 再到下面这个点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的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 再到下面这个点单击 就把它捏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一下 再到下面这个点单击一下 下面这个点呢 是单击的这个省间的这个位置 而不是单击的这条分割线上 要注意 然后在右边的这条 上面单击 下面单击 对接过来了以后 这边会转开 就会开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再用智能笔工具 从这个位置重新连顺 然后这边呢 也是给它重新连顺 连顺了以后呢 就用删除工具 把不要的和要的都给它框起来 要的呢 我们在鼠标左键单击一下 让它变回白色的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就不会被删除了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省就转掉了 转到这个段缝里面 我们相同的方法 用平易工具 把上面这部分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在上面的位置 单击一下 拖一个点 拖到下面相同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省呢 腰省转到这个段缝里面来了 这里张开了 这是第二种 第二个款式 省到转移的方法 接下来是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从左到右 这样子斜过来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柴片 对称过来 因为它整片不一样的 之前的呢 我们都是一样的 只做了一半 然后等一下对称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是不一样的 左右它不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个 要素镜像工具 把这边的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不放 在中线上单击一下 对称过来 对称过来了以后 接下来再把这条分割线做出来 分割线的位置呢 是侧边比较短 然后侧边左 这个应该是说右边比较短 左边呢比较长 这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方法 用智能笔工具 从这个位置 拉到这下面位置 再把它调顺 调顺好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分开 它是一条斜线曲线分割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也要做成一条曲线 把它分割过来 这个位置可以高一点点 分割过来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用纸形剪开 及复制工具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点击一下要分割的线 这条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往上拖 拖下来了以后 这边呢 有省间的这个点呢 可以先把它去掉 就上面这个柴片 省间可以把它去掉 去掉了以后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柴片拉伸工具 把这两个省间都拉下来 2.5 拉下来以后 还是没有到这个线上 就画垂直线 画到这个线上 画下来了以后 接下来用点打断工具 把省间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给它打断 这边也是打断 打断了以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转省 用这个形状对接及复制工具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在左边的这条线 这是右边 右边的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 下面这个点单击 再到左边的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 再到下面 就接到一起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方法 接下来是这个 也是一样的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这时候呢 是左边的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一下 再到省间下面这个点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 左键单击 下面这个点单击 就把它省了给捏掉了 剩下最后一个操作方法相同 这样子转了以后 下面会张开一点 但是我们先把它连顺 连顺了以后 再来给下面的线测量一下 连顺了以后 用删除工具 框起来不要的线 和要的线 然后要的线呢 我们再用鼠标左键单击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确定下来 这样省了就转掉了 转掉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用平易工具 框起来这个材片 单击鼠标右键 从这个终点的位置 左键单击 移到下面终点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这个省呢 分别转在两边 这个段缝的这个位置了 转好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用拼合检查工具 单击下面这条线 点击鼠标右键 单击上面这条 再点鼠标右键 上面这条呢 它会长个0.2 长个0.2呢 可以吃针 因为这个是弯曲的地方 可以吃针 吃针的话 弯曲的地方可以吃 直线的地方 一般不能吃 因为直线的地方 吃了会起重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 第三个转省的方法 就这样子转 转了以后呢 就是这两边张开了 再把这个移上去啊 好了以后 接下来 我们再来转下面一个 这时候呢 我们用平易工具 把这个材片多取几个出来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不放 再把鼠标左键放掉 复制出来了以后 就开始来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 这个就是 它有一条直的分割线 再来一条这样取线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智能笔工具 从这个地方画一条直线过来 然后呢 再给它做成曲线的过来 这个分割线就是这样的啊 做好了以后 再用这个指形剪开 即复制工具 把它给它剪开 剪开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位置呢 就距离的比较远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省间 往这边移一点 可以移到这个上面 然后再来转 用点打断工具 把这个位置打断 用这个形状对接 即复制工具 把它框起来 单击鼠边右键 点击对接的 把对接过来 这边也是啊 框起来 单击鼠边右键 左边这里 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这边 单击 对过来了以后呢 再把它给它调顺 这里就跟它连顺 然后这边连过来 上面这边呢 用智能笔工具 也是把它连顺 连顺好了以后 用删除工具 把不要的线 给它删掉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再用这个平易工具 把上面这里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 拖下来 对到相同的点上 这边呢 就张开了啊 就这样的方法来转 这是这个转省的方法啊 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 省间的位置 稍微偏过来一点 当然也可以 直接转到这个线上啊 那这个直接转的话 也可以的 我们把它撤销 直接转呢 我们可以把省间 移过来 用这个 柴片拉伸工具 把它移过来 一公分 然后再往下 拉个2.5 拉过来了以后 再用智能笔工具 从这里呢 画一条垂直线 到这个线上 然后用点打断工具 把它打断 打断了以后 再用形状对接 及复制工具 把它框起来 单击鼠标 右键 然后在左边 这条线上 鼠标左键 上面这个点 单击一下 再到下面 这个点 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 这里来 上面点 单击 再到下面 点单击 这样就把它捏掉了 然后这边 这个绳 也是一样的方法 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鼠标左键 点击 点上面这个点 单击一下 下面这个呢 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 这里也是单击一下 对接好了以后 再用智能笔工具 把它连顺 连顺好了以后 这边呢 也给它连顺 这个线条 也给它连顺 连顺了以后 再用删除工具 把不要的和要的 都给它框中 然后要的呢 我们鼠标 左键单击一下 点右键 确定下来 确定好了以后 再用这个 平易工具 给它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左键呢 拖动这个点 对到下面 相同的点上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省捏掉以后 转在这 还有这边 这是这款 这个款式的 省道转移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 下面一个 下面这个呢 就是 它 它的这个右边 这里做了一个 明省 明省呢 就是这条线 画了一条线 这是明省 就直接把这个省捏掉 然后这边的省呢 就是做了分割线 转在这个分割线里面 这个的话 我们也需要把左边的 对称到右边来 用要素镜像工具 对称过来 对称过来了以后呢 然后用平易工具 把它移过来一点 从这个 就是这个 一半的地方 鼠标左键 单击 顺着这里画过来 单击 这个分割线呢 是这边比较 比较少 这样子分割过来 这边比较多 所以呢 这边我们都要 拉下来一点 再把它调解顺 调解顺了以后 接下来用 指形剪开 及复制工具 把这边的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鼠标左键 点击一下分割的线 再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 直接往上拖出来 拖出来了以后 这边呢 是做一个明省 明省呢 就是直接用省折线工具 把它框起来 省三做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多余的 看到没有 多余的这个呢 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呢 再用柴片拉伸工具 把这个省间 拉下来2.5 这边也是 拉下来以后 还是不够了 就画一条垂直线 画到这个分割线上 画好了以后 用点打断工具 把一些 要转省的地方 给它打断 打断了以后 接下来用形状对接 及复制工具 把这个省转掉 框起来这边 单击鼠标 右键 鼠标左键 在要对接的线上 上面这个点 单击一下 下面这个点 单击一下 再到右边 这是右边 先到左边 上面这个点 单击 再到下面这个点 单击 接下来这边的 也是一样的方法 框起来 单击 鼠标键 上面这个点 单击一下 再到下面这个点 对接过来的 这条线 也是上面这个点 先单击 再单击下面这个 都是一样的方法 好了以后 接下来 用智能笔工具 重新把它 画顺 画顺了以后 然后这边呢 腰也是重新 给它连顺 连顺呢 我以后用删除工具 把要的和不要的 都给它框重 框重了以后 要的呢 我们在左键单击下 变回白色的 点击右键 这样子呢 这个省就转掉了 转掉了以后 那这个中线的地方呢 我可以把它不用删 不用删掉 再重新来 再用这个平移工具 把这个材片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这个点呢 移到这个点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转到这里来了 这个转到这边来了 然后还要测量 这两条线的长度 拼合检查工具 单击下面这条 点击鼠标右键 单击上面这条 点击鼠标右键 上面这条呢 比下面这条长了0.2 就可以把它吃针吃在这个里面 再把它移开 这样呢就完成了 这是这个转省的方法 根据这个款式来转的 接下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画一条垂直线 然后这样子下来的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 智能笔工具 从侧边这里 画一条垂直线 画到这里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呢 画下来 先画一条水平线 再画一条垂直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靠下一点 这位置可以靠下一点 靠下一点以后呢 接下来用这个 纸形剪开 即复制工具 把它框起来 单击鼠标右键 点击剪开的线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直接拖出来 拖出来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转省啊 转省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个省间的位置呢 移到这条垂直线上 用端移动工具啊 移下来 移下来了以后 用点打断工具 把它打断 打断了以后 再用这个 形状对接及复制工具 框起来 框起来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在这条线上 上面这个点单击 再到下面这个点单击 再到右边 上面点单击 再到下面点单击 对称过来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框起来 单击鼠标 右键 鼠标左键 点击对接的点 把它对接过来 对接过来了以后 再用智能笔工具 重新给它连顺 这个腰 然后这里呢 也是重新给它连顺 下面的这条直线 也是要重新给它连顺 连顺了以后 用删除工具 把要的线和不要的线 都给它框起来 要的呢 我们再单击一下 然后点右键确定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用平易工具 把这个材片给它框起来 框起来以后 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左键拖动 对到这个点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省呢 就这样转掉了 转到这边来了 这是这个款式的转法 这就是裙子 省到转移 根据不同的款式的需求 来转省 本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